眾所周知 自從戴X和現任丈夫結婚以後 就開始頻繁登上微博熱手 如今的他更是深陷疑似吸毒的漩渦裡 受到了大眾的瘋狂質疑 然而就在人魂無法辨別戴X吸毒是真是假是 一位知情人士又吸戴X的火上嬌了把揚 6月19日的時候 台灣的著名主持人王子狗曝光了台灣娛樂圈眾多的黑幕 其中就有戴X吸毒的事件 他的視頻發布後迅速在網絡上引起熱議 戴X再度被推上了輿論的最頂端 而戴X受到的影響更加嚴重 按照王子狗的說法 戴X是一個有著多年吸毒史的人公子 而且曾經和他一起吸毒的人類 就有戴X現在的丈夫巨進業 在事情發生後戴X方面迅速進行了回應 他的經紀人勞斥王子狗這事在造謠 並聲稱戴X的心臟有問題 他的身體根本不允許他吸毒 同時戴X方面還希望王子狗能夠考慮到 他年幼的孩子和年輕的妻子 不要造謠其他人能夠老老實實的負起應有的責任 對於戴X的回應 網絡上大致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有的網友自懷疑的態度 這些人覺得王子狗既然敢爆料 他肯定手中有一定的證據 戴X的這種回應 無疑是造賊心虛的表現 更何況他還在公告中 提到了對方的家人 這很難不讓人懷疑 戴X是想用王子狗家人的安危迫他改口 因為關注過台灣娛樂圈的人都知道 戴X曾經認過台灣有名的黑道大佬當乾爹 就算是現在這名大佬已經去世 台灣的黑道依然會給戴X一聲面子 如果王子狗執意拉戴X下水的話 恐怕不僅他會受到警方的處罰 就連他的家人也會受到牽連 而戴X的粉絲則認為工作室的回應 正說明了戴X的問生無愧 如果戴X與王子狗曝光吸毒的話 他現在根本就不敢公開回應 因為對娛樂圈的明星來說 最好的方法就是冷處理 只要大眾的視線轉移了 就會逐漸淡忘這件事 所以這些粉絲們堅信 一定是王子狗故意拉戴X下水 想要利用戴X來轉移公眾的視線 為自己洗白 所以這些粉絲紛紛在妄想怒罵王子狗無恥 並要求工作室盡快對王子狗發起訴訟 環友的網友對於這件事持中立的態度 在沒有證據時 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一方的說辭 這些網友希望不管是戴X也好 還是王子狗也好 都盡快拿出證據來 本來大家以為圍繞在戴X身上的爭議 會隨著工作室發布的公告而結束 然而就在這時 事情卻出現了進一步的升級 就在不久前 台灣著名的狗仔 葛思齊在自己的微博帳號上公開發言 表示王子狗的爆料 絕大部分都是真的 但X確實有合約 他在21天參加節目的時候 更是揭露了自己掌握的證據 他稱自己認識台灣的很多藥頭 他們真不只一個人向自己爆料 都和大小X有過交易 而且據透露這對姐妹花特別證 他們擔心如果自己直接從藥頭手中買藥的話 會給別人留下把柄 所以想藥頭將毒品全部交給一名王姓藝人 這名王姓藝人再拿到毒品後 會將這些東西再轉交個大小X通過這種手段 可以避免和藥頭的直接接觸 不過姐妹二人雖然已經十分小心 但台灣就這麼大 這些藥頭之間差不多都認識 通過情報交換 自然就知道了大小X的身份 此事他們不願意惹事 所以才沒有向媒體爆料 畢竟他們也算是自己的大客戶 而葛思齊也充分肯定了王姓藝的爆料 至於王姓藝為什麼沒有擴作的證據 葛思齊也進行了一定的猜測 首先王姓藝和小X交往的時候 互聯網還不發達 智能手機也沒有發展到如今的這種程度 所以王姓藝就算是知道兩個人吸毒 也沒有辦法記錄下來 葛思齊的爆料 就像是在一團紅紅燃燒的烈火上 又嬌了一盆熱油一樣 再次點燃了大眾對大X的質疑 但是依然有粉絲不相信葛思齊的話 甚至對葛思齊發起了質疑 聲稱如果他有證據的話 那就早點拿出來給大家看 如果沒有的話就趁早敗嘴 同時有一些不了解葛思齊的網友發出了疑問 這個狗仔到底是誰 為什麼他的爆料會讓大眾如此信服呢? 大家之所以會知道葛思齊這個名字 還是因為帶X和汪小菲之間的情感糾紛 當時葛思齊在汪小菲和大X之間 果斷選擇站在大X一邊 每次大X和汪小菲有什麼爭執的時候 葛思齊都會跳出來幫大X說話 甚至還有人氣稱 葛思齊是大X的發言人 認為他和大X在一起吸汪小菲誌圖 所以現在葛思齊立場的突然變化 讓人更加相信他爆料的真實性 當然面對葛思齊的指控 大X是絕對不會承認的 大X的經紀人更是直接對葛思齊發起質問 如果大X真的像葛思齊所說 吸了這麼多年的毒的話 那麼他到底是怎樣保持外貿不發生變化 而且還生下了兩個孩子的呢? 可視大眾對於大X等人的辯解並不買賬 而是要求大X說一千到一萬 不如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更有人讓大X不要再掙扎了 他的前夫汪小菲不是早就曝光了 他服用違禁藥品的事情了嗎? 汪小菲曾表示 當初兩個人沒有離婚的時候 大X的行為就十分詭異 他多次利用他人的處方 從醫生的手中 非法獲得精神類的藥品 當時汪小菲愛於夫妻之情 多次勸說大X盡快停手 可視大X依然我行我素 後來更是因為服用藥物過量 導致自己的身體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汪小菲發現大X的情況後 馬上幫他聯繫了相關的醫生進行搶救 這才沒有導致悲劇發生 這個消息爆出來後 迅速引起了大家的熱烈討論 因為此前大X一直處立的是清純的屏幕形象 所有人都沒有想到他竟然會和毒品扯上關係 可令人不解的事 汪小菲沒過多久就刪掉了這個爆料 而且對於網友的追問 也選擇秘而不談 這讓網友們感到一頭霧水 因為汪小菲和大X都選擇了冷處理 所以人們也就漸漸忘記了這件事 直到王子教的爆料才讓大家又想了起來 其實除了涉嫌吸毒以外 大X還有很多的黑料沒有被人知曉 作為當時台灣的知名主持人 大X出色的外表和陽光的性格 瞬間使他成為了許多人的夢中情人 在接受採訪時 大X也表示家女人都認為自己很開朗 稱自己為小天使 但他卻十分清楚自己的愛心有多灰暗 並且他不會把灰暗的這面展現出來 其實有怪癖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娛樂圈有不少明星都真公開表示自己的小怪癖 吃茶渣、吃腸皮、收窒、嘴皮等等 但是大X的怪癖卻讓人無骨悚然 每當他看到血淋淋的思照時 內心從不會感到害怕 反而會有一種莫名的激動 據大X透露 這種情況從他中學時期就已經存在了 在身旁的女孩們被嚇得半死時 他卻有一種經驗的感覺 不僅如此 他還會主動到各大網站想走類似的X看照片 並將他門下載打印出來 貼在自己的屋室的牆上 猛想時他就會關上燈 一個人在房間裡淨淨地欣賞 並且他十分享受 這種有死X賠稅的感覺 而大X的奇怪癖好卻遠不至於此 他不僅喜歡看血腥的照片 對自己下手也狠 在一檔中藝賞 大X曾表示自己小時候餵了臭味 不顧母親的反對去打了肚子還 當時打完之後 醫生就告解大X要多注意 這女兒很容易發炎 果然第二天時 大X就在環口旁發現了一塊紅色的肉 一般來說 這時我們應該會以自己為主 先把環取下處理傷口 避免感染 但大X想的確是自己打環那麼痛苦 絕對不要把他拿下來 於是他走來剪刀 想要把肉塊剪掉 這個過程僅是想像就能感受到痛苦 更別說親身經歷 並且大X表示當時自己剪了很多下都沒有剪斷 於是自己一直在和他較勁 哪怕已經面色慘白 手上血淋淋的也沒有停下 除了上臉所說的這些之外 大X還有一個愛好 哪就是紋身 他在17年曾餵了 自從在自己的肩膀上紋了一對翅膀 但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在自己身上樓下印記了 從他出席活動的照片來看 在大X身上的各個部位 或大或少都存在一些紋身 而大X也曾表示過他的紋身都有特別意義 隨即他撥紙上的紋身含義 再次被人提起一個神秘的五芒星標誌 而這個標誌卻來源於一個外國奇巴組織雷爾教派的 這個教派的人極其崇尚外星人 甚至公然宣稱他們掌握了黑龍人類的技術 能夠以此來幫助人類實現永生 但是這個教派卻毫無疑問是個名副其實的邪教 因為他的教主不僅什麼本事都沒有 反而藉助著外星人的名義提倡女性可以自由發生關係 甚至一部分傷害出眾的女教徒 還可以接受教主本人的X愛指導 很明顯大X組就對這個教派深信不疑 更是在節目之中公開宣布相信外星人才是地球真正的統治者 在台灣的一檔節目之中 他更是將自己的紋身展示給所有人去觀看 並表示自己對外星人絕對的忠誠 甚至橫看觀眾講述起了這個教派的起源 以及自己身上民生的含義 但事實上雷爾教建立起來的初衷 除了是滿足教外教眾的慾望 更多的質事為了獵才 因為想加入這個教派 就必須將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繳納上去 作為建設外星人基地的費用 可即便真面目被著破 大X依舊沒有選擇洗掉紋身 其中原因究竟是帕藤 還是什麼我們也不得而知 而直到現在 大X到底有沒有吸毒 依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但不管怎麼樣 他的仁切都已經徹底崩塌 再有回不去 當初那種單純無害的形象了 或許有一天 事實的真相會以一種意想不到的形式 出現在大家的視線中 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等待一個最後的結果